柳苏洛 我可以帮你动秦千贤 但是你得答应我 不能动秦指烟 秦指烟 她是我的女人 你说的是哪个秦指烟 秦指烟还有几个呀 两个 你说什么 我说 待在万路门的秦指烟 有两个 谢谢你啊 谢谢 又这么多人啊 你 你是谁啊 你怎么这么快地把我忘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四胆好事行不行 不做不做 你这么喊谁卷衣服呀 我帮你吧 原来是这样啊 在我查明拜之前 这两个秦指烟你都不要动 好 说说 你打算如何对付秦千贤 我需要取秦千贤的血一用 两日之后 宗门各派 会在凤山逼迫秦千贤献出先贤 他若不肯 宗门中人 不一定会对其动手 若到那个时候 我需要你的相助 你准备拿什么取他的血 此件件人可以吸血 秦千贤不好对付 我帮你改改 朱尔禾 张忧圣主 张忧圣主 来都来了 可千万别焚糊涂啊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我再送你个主意 秦千贤慈悲 在你府上 不是有个秦志颜的未婚夫吗 想法子让他去杀秦千贤 为何 因为他无辜 林子虞 你好大胆子 你敢动我就杀了他 女猫头 你冷静冷静 别忘了 行 算你狠 把六合天衣剑给我放下 我还是要那个 我还要得到 我还是要用 非常简单的 我一定会 给大家看 我 给大家 帮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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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志燕 欺瞒我等这么长时间 你们可知罪 知什么罪 我何罪之有 假借秦志燕的身份 混入万路门 接近门主居心叵测 难道这还不是罪吗 什么假借秦志燕身份 我就是秦志燕 这个是我卵山妹妹 对对对 这是我卵山姐姐 胡言乱语 整个江湖谁认不知 江玉堂的千金只有一个 现在便是有了 不信你下去问我爹啊 秦志燕 自从你二人到了万路门 多次连累我门主受伤 毁我万路门根基 所以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只要是对万路门 有威胁的人 按罗位都有责任 就地诛杀 对 没错 就应该杀了他 杀了活动 是 就应该杀了他 是 我应该杀了 我应该杀了 我十五 zona max 这二人多次饶我北山 oning我和门徒心生闲戏 不如将他们二位交给老夫处置 朱沙 处置 好笑 一 我不是北山的人 二 我不是按罗位的人 我是不是万路门门主力尘兰 就算我有过错 要杀要寡 也得是我师父来处置 你们一个两个 凭什么在这儿 给我喊大喊杀的 今日在这大堂内的 有一个 算一个 日后这笔账 我会好好来清算 你们谁都别想跑 好 我倒要看看 日后你如何清算 受伤了吗 没事 门主 秦芷燕行为诡异 明明是独女 偏偏有一个相貌相似的女人 混迹于门主 恐怕是宗门内奸 应当立即逐出万路门 门主 请指焉七上瞒下 理应诛之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门主 您是一门之主收徒弟 恐怕没人说什么 可是此时提及此事 恐怕又偏袒二人之嫌吧 门主如此行事 恐怕难以服众 门主 他二人多次连累你受伤 我身体无碍 北山主 七上瞒下 暗门归 该当仗则三仗 这三仗 我替他们收 北山主 如此 可能服众 好 门主 带弟子受过 好 好 好 门主 门主 带弟子受过 那肯定是扶住 你敢 让开 好 北山主 真的敢打 门主 是 重 门主 那肯定是 元坚 你还真敢打 以下犯事 阿卢尾 将北山主拿下 是 是 慢点 北山主奉命行事 不必锁乱 好 承蒙门主信任 还有两仗 老夫就不客气了 殿杰 李尘兰果然身受重伤 三仗一过 钦尺烟之事 今后谁也不许再提 李尘兰 当年你陷害陆招摇 受了万军舰庇护活了下来 今天也如此 没有万军舰 你连屁都不是 我们万路门 是要靠力量说话的 你居然连老夫的三仗都受不住 你如何统领万路门 李尘兰 你自当年当上了门主以后 门规束手束脚 门徒再无逍遥 与宗门又有何区别 今日 你又收宗门女子为徒 袒护二人 有事公正 再这样下去 你做万路门的门主 如何负重 女牧头 怎么办 要不要帮李尘兰 女牧头 你在想什么 你们会这时候 还在想要不要杀李尘兰吗 北山主 今日之时 我看尾时蹊跷得很 你这一番作为 惩罚门主是假 想要借机刺杀门主是真吗 此前 你刺伤于我取我先血 怕是早就与宗门有勾结 此次发难于我 背后的原因 我怕是要好好查一查 真正对万路门有威胁 想要刺杀门主的人在此 你们万路门的人 愣着干什么 五恶殿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丫头说话了 保护门主 保护门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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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 如何处置 杀 要杀就杀 要刮就刮 要刮就刮 老夫早就想到地下 去陪仙门主了 等他 关起来 门主 关起地牢 殿中他的鱼布 出出万路门 是 是 等我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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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的 林子宇 你以为 你的忠心算什么 也不过是李晨岚手下的一条狗 北山主还是先管好自己再说别人吧 叫人好好守着这里 是 你怎么回事 还没走 师父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孪圣姐妹嘛 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帮我 对我那么好 心之所向 情不自禁 柳苏若 柳苏若 你就是那江湖传闻的寡妇 心山江湖 千尘阁的亭千贤 你可想杀 你们宗门的人倒是爽快啊 我是想杀他 你又拿我怎么样呢 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长玉圣主 居然想杀秦千贤 可你偏偏却找上了我 你知道我和他什么关系吗 不知 不知 我只知道 以秦千贤的行事作风 对你如此穷追不舍 十分反常 而事出反常 必有鬼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他的新鬼 他想杀我 那是因为他怕我 你找人也找对了 在这世上 能杀他的 注定也只有我 是 女魔头 你怎么了 那厉城兰呢 他也没事吧 三千没事 今天差点吓死我了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北山主居然会当场 反了厉城兰 他应当是临时起义 前两仗 试出的小丑八怪有伤在身 第三仗便想置他于死地 可没想到被万军舰制住 他意图败露 不反也不行了 那他为什么要反厉城兰呢 我觉得厉城兰 把万洛门管理得很好啊 而且他对你 也真的是很好啊 有什么好啊 他一早就知道我们骗他 他都没有怪我们 而且还一直帮我们 那是因为你这张脸好看 女魔头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刻意回避 和忽视厉城兰对你的好呢 我就觉得他喜欢的 是这张脸之下真正的你 虽然你嘴硬吧 但我还是觉得 你已经开始有些改变了 你开始会心疼他 也会保护他了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 我 我曾进一人 进一人 是他为此生追寻之目标 可这个人 伤我 害我 还杀了我唯一的亲人 我发誓 从那以后 再也不让别人辜负我 我没有保护厉城兰 也不会心疼他 女魔头 无所谓怎么过 反正不管怎么过 这些年都这样过来了 从那以后我也过得很好 所以你别再跟我说什么厉城兰 喜欢我的话 我不相信 你是不相信你自己 可你其实很值得被人心疼 心疼 心疼万路门门主陆超遥 谁那么大脸 我 我脸大 我心疼你 但我觉得 厉城兰脸也大 因为他也心疼你 而且 他的脸一定比我大很多倍 当年辜负你的 的确是坏人 可是 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呀 那我现在就是个辜负好人的坏人吧 你 行了 今天折腾这么久了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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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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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威娜 今後你不用再無惡點當職了 是 阿大 魏長 去把千里進去來 給門主送進去 是 魏長 昨日只是 昨日我做了我該做的 你也做了你該做的 快去吧 別讓門主久等 是 是 門主 以後你負責通過暗羅衛 什麼 那魏長 暗羅衛長只有一個 便是你 可 是 下去吧 月珠 阿榮 阿榮 我便成門主了 看 抱歉 千里竟許久未用 便被月珠 拿去梳妝了 我塞塵蘭找我 定是為了柳蘇若 召開宗門大會一事吧 昭瑤在劍心門中 看見金仙身體 想來 柳蘇若妄圖復活 駱明軒之心未死 只要駱明軒今身 尚在人世一日 我絕不許他人 有任何蘇醒他的機會 這宗門大會開得如此著急 想必柳蘇若 肯定有所謀劃 秦千賢可會前往鳳山 參加宗門大會 並未聽他拒絕 你是擔心 柳蘇若會對他下手嗎 先前秦紫燕說他父親 是被稀幹鮮血而亡 而後 秦紫燕在萬路門 曾為宗門探子偷襲 也是為了取血 我想 柳蘇若要復活金仙 必定會需要秦家的血脈 而柳蘇若取秦渝的血已有些時日 可金仙至今還未復活 可見 秦渝一人之血並不足用 此次宗門大會 我只怕這柳蘇若 罪翁之意不再久 這秦千賢追尋至真之境多年 通明勢力 我看他未必看不出柳蘇若的心思 這宗門大會 他不一定去 怕只怕秦千賢因見新闻一事 阿榮 我有一事要拜託你 我知道了 我這就去辦 你知道是何事 湖外湖就是阻止秦千賢一事 稍後我便啟程前往千賢閣 辛苦了 饒你清靜了 你我之間不必客氣 若實在難以勸服 陸石器在外面待得也夠久了 換他回來吧 早已託人去海外仙道尋他許久 前些日子傳來消息 找到他行蹤了 如此甚好 全亂 男人 女人 女人 小美人 锦州城来得迟了 你可有受伤 历神兰护你不好 不如来找我 七夕节顺恩阵见 原来那晚在御魔镇里 出现的黑气是姜武啊 这灯徒子 是姜武啊 把鸟毛拔了 拿去炖汤 是 我 我 我什么都没做 是我出去了 姐姐她出去了 好好待着 是 是 她不会真的是来抓鸟的吧 像是来捉奸的 我跟我去看看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杀了个畜生而已 你的表情看起来可不太愉快啊 劝阻擒秦千贤的事交给你了 是伟阿大会守护你去千尘沟 好 你 一 魔王 之子天天不是处理门内事务 就是看书 一点魔性都没有 唯有那红眼之石还像点样子 像江武那种肆意猖狂的样子 本该更得我心 可偏偏 小丑八卦 你真如芷妍所说 喜欢的 是她这张面孔下真正的我吗 可以 要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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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智 鼎門主 說 前任門主闢關休練 有不少棘手的事 需要您回歩一下 知道了 您去趟江州城 護送 received香肖ires隔 是 門主 您臉色為何如此ocal bath 是不舒服嗎 可否请南山主过来看看 不必了 只是 只是电中太炎热 快去吧 是 刚刚亲到没有 应该没有 我躲得快 可明明亲到了 没有吧 亲到了 亲到了 我觉得好像是亲到了 但是他都没什么反应 那应该没亲到吧 怎么突然要护送西山主 去千尘阁啊 大约和凤山要召开的 宗门大会有关 柳苏若要在凤山召开宗门大会 什么 也难怪 御魔镇被立成蓝破了之后 宗门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万路门 你觉得秦千贤会去吗 以我大伯父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坐视不理 他应该会去搞清楚事情的原因 你们后面 他应该会去 宗门大会 宗门大会 逼秦千贤献血 负苏洛明轩 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我大伯父 不一定会让他得逞的 你先别着急 女魔头 我想去宗门大会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要去宗门大会 你疯了吧 你大伯父却还有能力自保 你呢 你去干嘛 送人头啊 女魔头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我 从冰窟相遇 再到这灼尘店 都是你在保护着我 照顾着我 是你教会我如何去面对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你也让我看到了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 还有 一个人原来可以既这么温柔 又这么坚强 别想捧杀我 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 我没有捧杀你 我说的是真的 这一次我想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我想借着凤山这个机会 将柳俗若做过的事情犯过的罪 统统公主于世 让所有人都看见他的真面目 愚蠢 宗门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是一群穷途陌路的恶狼 他们拼了命地想要翻身 只要让他们知道 有机会可以复苏陋明轩 无论什么办法他们都会做 比起牺牲一两个人的性命 他们更在意的是 不可以被万路门押在头上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江湖大义 我是玄玉堂的继承人 也是封门人之一 虽然在你看来 我是又弱又笨 可我有自己的责任要担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柳俗若杀了我父亲 我没有疯 空有一腔热血 那我问你 你怎么去 去了怎么走 随机一遍吧 我知道此番凶险 可我还是一定要去 驼 要去可以 但是有个条件 要在凤山大会之前 学会顺行术 好 我学 我一定会学会的 给我倒杯水 跟你吵架渴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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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木头 嗯 其实我觉得 你在跟立成岚接触久了以后 你人也开始变得柔软了 也许 你早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 你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想过你刚才会答应我 但是你居然答应了 谁说我答应你去凤山了 我是没觉得你能在两日之内学会顺行术 阿妩拿到这把券以后都魔正了吗 我也不知道 这把剑居然真有点作用啊 小恩小义 阿妩 这两天我要闭关 闭关 你从来都不闭关的 你练功不是抓人来玩游戏就好了吗 不是给我闭关 是给这把剑闭关 剑 过两天我要去趟凤山 你不用跟着我了 小恩跟着我 你去给我查查两个秦纸燕的事 我要知道 我看上的到底是哪一个 好 你心中执念太强 别急着顺行 先清空自己的心灵 让自己荣于万物 神思散于天地 再慢慢汇聚晶圆 再慢慢汇聚晶圆